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斯巴鲁森林人作为一款进口SUV 已经在国内征战多年 在众多厂商纷纷推出换代车型之后 斯巴鲁也于2012年广州车展 发布了第四代新森林人 相比老款森林人 新森林人依然继承了全时四驱系统 而全新的外观内饰设计 以及加大的车身尺寸 也是新森林人为了迎合市场所做出的调整 2013款森林人的整体设计风格 较老款更加凶狠 并且为高配车型提供了运动型前杠 以体现其动感身份 前大灯的造型犀利 与斯巴鲁棋下车型保持了很高的相似度 高配车型的掀起大灯 带有自动水平调节 清洗功能 并集成了LED实宽灯 样式与BLC跑车比较类似 倒梯型的镀铬进气格栅也明显带有家族特征 不过增压车型取消了发动机盖上的进气孔 取而代之的是前雾灯两侧的进气孔 虽然进气孔只起到了装饰作用 但配合镀铬材质的雾灯区域 恰好组成了一个类似虎牙的造型 十分具有侵略感 2013款森林人的车身侧面线条沿用了老款的设计元素 只是随着尺寸的增加变得更加修长 除最低配车型外 外后视镜具有电动调节 折叠加热功能 而且位置也由原先的A柱移到了车门上 提升了驾驶者的前方视线 高配车型的18寸亮面轮毂十分抢眼 五幅花瓣式的造型让人过目不忘 轮胎品牌为普利斯通 型号为225-55R18 中低配车型配备17寸五幅轮毂 样式比较常见 轮胎品牌为优科豪马 型号为225-60R17 另外2013款森林人全系配备的是非全尺寸备胎 新森林人尾部造型变化不大 只是将尾灯和牌照框稍作调整 鲁苏尾灯的样式比前大灯略显低调 不过红白相间配色营造出了不错的立体感 此外高配车型带有尾翼 增压车型还使用了双尾排的设计 内饰片 简约硬朗 做工精细 新森林人内饰使用梯形布局 造型与XV车型如出一辙 中控台使用了软质材料 配合拉丝纹路的中控面板 无论是视觉还是手感 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高配车型的中控上方 还配备车辆信息显示屏 蓝底白字 除显示车辆信息外 还具有倒车影像功能 空调系统也采用了双温区独立自动空调 全黑和米黑两种配色方案 也可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三浮式方向盘标配多功能按键 及定速巡航功能 并可进行四项调节 除最低配车型外 均采用真皮包裹 高配车型还配有换挡拨片 双泡桶仪表显示清晰 仪表盘样式简洁 黑底白字红色指针的组合较为常见 前排座椅包裹性不错 中高配车型的真皮座椅还具备电动调节 及加热功能 后排座椅靠背带有独立头枕 以背角度也可以进行调整 在加长了轴距之后 新森林人的乘坐空间有所提升 调整好前排座椅之后 后排乘客可以有两拳左右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也比较充裕 但后排隆起的地板会影响到中间乘客的舒适性 此外除最低配车型 新森林人还配有大尺寸的电动天窗 采光效果出色仅次于全景天窗 比一般天窗面积更大 灵活多变的空间向来是SUV车型吸引消费者的一大法宝 手套箱 前后排杯架 四门储物格可以满足驾乘人员的储物需要 尾箱容积还可以通过放倒后排座椅来进行扩充 最大可达到1541升 而且比较平整 尾门也带有电动开启关闭功能 高配车型还具有记忆功能 安全方面 新森林人入门车型配有前排双气囊 车身稳定系统 刹车辅助系统 儿童座椅接口等配置 中高配车型还配有前排侧气囊 前后排头部气帘 膝部气囊 陡坡缓降等主被动安全配置 动力偏 全14区2.0T发动机数据抢眼 第四代斯巴鲁森林人依然使用三款水平对质发动机可供选择 分别是2.0升 2.5升自然吸气 以及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除了2.0手动豪华版一款车型外 其余车型都使用CVT变速器 并且全系采用全14区系统 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110千瓦 最大扭矩198牛米 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126千瓦 最大扭矩235牛米 2.0T增压发动机有为抢眼 最大功率达到177千瓦 最大扭矩350牛米 新森林人悬挂类行为前麦福逊后双叉臂 长4595毫米 宽1810毫米 高1735毫米 轴距2640毫米 完蛋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典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vị